就讀台北市西松高中的林建良 是自由市項目中的高手 因為發現自己的強項在自由市 所以專心一致投入大量的練習 每一場比賽都做足準備 在比賽中經常榜上有名 第一次游是游挖室 可是後來發現挖室其實沒有那麼的有天分 因為其他事太慢了 其他事跟人家差太多了 所以只好就是繼續再把自由市練得更上層 比賽前準備了很久 從一月的時候寒假就開始集訓 就是每天都要很早起來 然後就水很冰啊 但是為了要突破自己 所以每天還是要重複做一樣的事 林建良認為在比賽中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他把目標放在今年的全國運動會 希望能游出好成績 最大的勇應該自己吧 游泳就是勝利的時候 別人的就是鼓掌就鼓勵吧 就是動力來源吧 今年游那個全運會 就是想要在那場比賽中得名 偶爾陷入撞牆期無法突破自己時 親友的鼓勵和支持 是他最強而有力的後盾 就是謝謝你們 在我第一潮的時候 就是鼓勵我 然後也希望以後能繼續幫我加油 持之以恆的訓練 讓林建良累積實力 將再替自己刷新成績 記者蔡靜舟一華 彭宇甄張詠麟 已然報導 謝謝大家